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他家里的弟弟妹妹都在上学 为了减轻父母的压力 不得不放弃继续深造 在场的面试官听了 无不为他的经历感到遗憾 但他却坦然一笑说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要做的就是继续去走好我的人生路 也很感谢我的家庭 然后感谢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看了这一幕 不禁被这个男孩子的胸怀所打动 周国平曾说过 人世间的一切不平凡 最后都要回归平凡 都要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 伟大 精彩 成功 都不算什么 只有把平凡生活真正过好 人生才是圆满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是与父母的平凡和解 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乃至坦然地面对人生中 诸多的不顺意 曾经我们总以为 人生会是闪闪发光的 但慢慢地你会发现 有些人即便拼尽全力 也不过勉强拥有平凡的一生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 拿的牌都不一样 一个人的成熟 不是期待手里拿的全是好牌 而是即便是烂牌 也要尽力把它打好 成熟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 年轻时 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鸡毛蒜皮 都昭告天下 到了一定年纪 你就会明白 成长不是年岁的增长 而是把哭声调成静音模式 那一天开始的 综艺节目奇葩说中 曾有个变题 成年人的崩溃 应不应该藏起来 变手夫首尔 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心情不好 想向人倾诉 当他给一个女友发微信问 我崩溃了怎么办 结果对方劝他 多睡觉少吃饭 他又给李诞发信息 结果李诞当成玩笑 回复了一句 哈哈哈哈 后来他想着 跟自己的丈夫老刘聊一下 结果老刘早就睡着了 最后他总结到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成年人的崩溃 不需要观众 心一屋在 《山岳不知心底事》中 有一段话 我们的心 长在个人自己身上 酸甜苦辣 自己尝的味道 只有自己明白 别把希望寄托在 别人身上 别要求他人 懂你的感受 叫得再大声 也是白费力气 以前我们总以为 人生会有感同身受 当你心里难过 情绪低落时 以为会得到 他人的理解 当你找不到工作 交不起房租时 以为会得到 他人的怜悯 当你晚不回恋爱 留不住幸福时 以为会得到 他人的同情 后来才明白 所有的苦 你要自己去熬 所有的难 你要自己去扛 所有的打击和痛苦 都需要你自己 默默去承受 真正成熟的人 从不会轻易 向别人诉说艰难 而是学会靠自己 把自己 从泥脑里扒起来 成熟是不再轻易 责备任何人 张爱玲曾说过一句话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人越成熟 越宽容 越会明白 所有故事背后 都藏着旁人 看不到的心酸和委屈 有一个医生 在接到手术电话后 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医院 并换上手术服 男孩的父亲 失控地喊道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你难道不知道 我儿子正处在危险中吗 你怎么一点 责任心都没有 医生淡然地笑着说 很抱歉 刚刚我不在医院 你冷静一下 冷静 如果手术室里 躺着的是你的儿子 你能冷静吗 如果现在你的儿子死了 你会怎么样 医生回答道 请为你的儿子祈祷吧 男孩的父亲 愤愤地说 当一个人 对别人的生死 漠不关心时 才会这样说 几个小时后 手术顺利完成 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 对男孩的父亲说 谢天谢地 你儿子得救了 还没等到 男孩的父亲答话 他便匆匆离去 并说 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问护士 他怎么如此傲慢 男孩的父亲 对护士愤愤不平地说道 护士的眼泪 一下子就流出来了 他的儿子 昨天在交通事故中身亡了 我们叫他来 为你的儿子 做手术的时候 他正在去 殡仪馆的路上 现在 他救活了你的儿子 要赶去完成 他儿子的葬礼 一书说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就是发觉 可以责怪的人 越来越少 理由很简单 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而你 不一定懂他们的生活 许多时刻 我们总轻易 对他人做出评判 但没有他人的经历和遭遇 就无法得知 他人背后隐藏的无奈和痛苦 大道之行 不择于人 一个人走向成熟的标志 不过是明白了反攻自行 懂得了理解宽容 学会了将心比心 作家余丹 曾说过一句话 成长问题关键在于 自己给自己建立的生命格局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不在于年龄的大小 当你学会豁达 就不再抱怨 当你学会强大 就不再奢望 当你学会善良 就不再责备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的文章 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每晚的时候 晚安咯 用我的声音 让您安静而风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